臺北護衛福倫社日前於淡水水堆活動中心前舉辦捐血活動 當天冷氣團報導 陰雨綿綿 現場還是有不少民眾捐出熱血 而洪樹林有線電視也一同協助辦理 福倫社表示希望能夠幫助目前缺血的血庫 解決血荒困擾 由臺北護衛福倫社日前在淡水水堆活動中心前舉辦一場捐血活動 雖然當天冷氣團報導還陰雨綿綿 但現場還是有不少民眾等著捐血資料準備捐出熱血 而另外洪樹林有線電視也一起協助這一場活動 為捐出熱血的民眾加油打氣 而福倫社表示舉辦這場捐血活動 希望能夠幫助目前缺血的血庫解決血荒的困擾 台北護衛福倫社在捐血這個事工上面 已經有十年以上的一個經驗 感謝這麼冷的天氣 但是大家的熱情不減 現在不到十點已經有至少一百二十位以上人來捐血了 那我們也是做出一個大家對居民的一個大家的相信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淡水天氣冷 但是人民的給我們的血讓我們國家是夠用 福倫社表示目前許多醫院的血庫都很缺血 福倫社過去十多年來在每個月的十九號都會舉辦捐血活動 而這一次目標定在一千一百代 許多人都等著捐血一起來響應公益 我們的目標呢 我們準備了一千一百代的米 我是希望這假日的時間 我們也有辦法週六的一個部分到四點半之前呢 我們也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捐血的活動 只要捐兩百五十CC以上的血就會送一袋米 五百CC的話送兩袋米 然後接著呢 我們有提供兩百塊的禮券兩百五十份 也是希望民眾可以熱心參與 在活動現場 捐血中心響應五指化特別用數位平板 來讓民眾線上填寫登記資料 不只是環保也很方便 而主辦單位更寄出捐血送百米的贈品 還有兩百元的抽獎禮券 不只是鼓勵民眾捐出熱血做公益 也幫助血褲減輕負擔之外 讓在這寒冷的冬天當中 用捐血來傳遞溫暖的愛心 記者許多人一旦學菜坊報導